我就从来没见过这么脏的狗 简直刷新了我对流浪狗的认知 如果不发出叫声的话 站在路边就是一个移动的扫把 当地的好心人很快就把他送到了流浪动物救助站 见多识广的兽医大哥也是刷新了三观 这样脏的狗简直难得一见 想要帮助这样的小东西 首先就是剃毛 便推刀在大哥的手中上下飞舞 眨眼之间一大块铠甲被拿下 狗毛混合着泥土 肩如磐石 接下来就要处理其余大大小小的脏便 长在身上已经快分辨不出哪个是尾巴 大哥拿着电推刀必须小心翼翼 长期的流浪生活导致狗狗皮肤病相当严重 清理了半天 还是没有看到狗子的庐山真面目 狗狗在剪毛的时候相当的听话 没有任何的挣扎和反抗 经历了小半天的时间 狗狗终于以全新的面貌面对世人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狗狗吗 出了救助站以后 凭借着帅气的外表找到了一个新的主人 结束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 如果不爱请别伤害 请勿让狗狗独自流浪